除了台湾 邻国泰国也同样 饱受洪灾的困扰 严日豪雨导致 轻骂一座大象自然公园 昨天爆发山洪 造成超过一百头大象 和几十名游客 受困洪水中 创办人山多安表示 这是园区自1990年 创办以来 所经历的最严重洪灾 泰国副首相普坦透露 目前已经有117头大象获救 但还有9头大象 和一些家禽等待救援 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另外山多安表示 他们已经向政府求助 希望当局能够调派更多船只 支援疏散行动 园区目前迫切需要 更多志工和龙子 协助动物和外国志工 尽早脱困 泰国北部今年8月 爆发洪灾以来 已经有49元不幸丧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